关于应急这块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了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个叫网站挂码 这么个概念 这个东西那大家知道一下即可 网站挂码 网站挂码是怎么回事 我给大家那个思维导图里面 苏元的思维导图里面 这个应急事件就是一个挂码事件 就在这 然后今天讲完挂码 你们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一看 挂码是怎么回事 先给大家说一下 是这样的 比如这是你的 你们公司的服务器 这是黑客的主机 你们公司服务器上有个网站 代码是吧 他进行网站代码请求 攻击进来 攻击进来干了什么事情呢 他没有去什么控制你的服务器 什么什么的 他没干这个其他的事情 也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能力 我现在没有干其他的事情 他只干了个什么事情呢 这只修改了一下你的网站代码 比如说你的网站有个首页 index.html 这样一个文件 他在这个html文件当中 加了一些 这个广告代码 你别人在意访问的网站 把他的广告也弹出来了 这叫网站挂码 好吧 咱们看一下 刮码呢 有这么几种手法 首先说一下框架刮码 ifrium框架刮码 ifrium是一个html标签 大家知道这个标签吗 前面可能没有提到过 是不是 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自己写一个文件 比如说index吧 先叫index.htt html标签怎么写 怎么想 忘了 忘了怎么怎么玩 把这个页面另存为 只要单个html文件 保存 然后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把它拿回来 Ctrl C Ctrl B 改个名字 就这样吧 双击打开 这不 这是个页面 你就拿下来了 拿来之后 然后咱们把这个代码 给它改一下 你如果不太会写 那个格式了 你就这样去改就行 孩子不要想 里面这一大堆东西 不用 干掉 然后 这些代码 不要了 哎呦 怎么这么多呀 这么多呀 好 不要得删了 删 删 留一个保底 这个css 属性也不要了 这个标签 属性也不要了 这个也没有 干掉 这不就是一个 html文档格式吗 文档格式里面 咱们把它拿回来 Ctrl C 放到我们的index tst里面来 这个可以删了 一个文档结构 就出来了 然后这里面 咱们就可以写标签了 对不对 你写个 比如说 h1标签再出现页面效果 这里面写什么 这个网友面积了 保存一下 然后给他改个名字吧 给这个文件改个名字 先把它关一下 哎 这个文件 改成个tml 转完之后双击打开 页面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好 看一下frem标签 我再打一下 然后这里面 你先看写个什么东西 有个frem标签 frem frem标签啊 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src属性 它有src属性 这里面可以写个网址 比如说http s毛号杠杠3w 点百度 点4m 然后我还可以给他设立一个高度宽度 hat 等于一个 嗯 比如说 200吧 哎 要不要加一号 忘了 写下看看 swidth是吧 等于 200 然后看一下页面效果 就写这么一个标签是不是 咱们看一下页面效果 刷新 刷新 看这个标签 我放过来没有 我保存了吗 那就保存一下啊 没保存呢 是不是 来刷新 出现了什么一个框框啊 框框里边没有任何 框框里边显示的像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我们在没网的情况下 访问了个网站似的 哎 跟大家讲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frem标签啊 frem叫框架标签 这框框标是干嘛的 是在某个页面当中 嵌入另外一个页面用的 哎 比如说你看 frem标签 src属性等于一个网站 网址 对吧 frem标签会把这个网站 网址的页面 放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标签位置 然后 展示这个网站的时候 用的高度宽度 就是我们在这设置的 看到吗 高度宽度 哎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某个网站 引入进来 那 基于这个标签的特性 很多人挂 挂 在你的网站上挂木码 怎么挂呢 就通过frem标签来挂的嘛 他写上了攻击者 自己的网站 比如说 嘉明 做了一个网站 是吧 这个相亲交友的网站 啊 然后呢 有个黑客 他自己有个网站 比如说他这个网站 是黄赌赌的网站 啊 他干了一下什么事情呢 他黑了你的 他通你的网站漏洞当中 黑了你的网站 是不是 然后在网站当中 他改了一下什么呢 你的首页 网站首页的代码 加了这样一个标签 网址呢 指向了他自己黑客的网站 然后你这个网站 别人一打开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展示了一个 他网站上的东西 好吧 有些黑客做的更过分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黑了一些 某些银行的网站 他在上面挂网 他挂在那个网站页面 这个地方展示的就是一个 登录框 输入用户密码的 那有些用户一看 这还得输入用户密码 在这一输入 输入的人家网站上去 没有这些吗 所以说网站关马 经常会做钓鱼的事情 就把你的用户信息给你钓走 好吧 那有些人说 这不没显示出来吗 是吧 这是因为百度做了防范 做了安全防范 所以让你看 让你FB标签 是没办法直接引入百度的网站的 那有些网站没有做 比如说咱们的皮卡丘 把这个网站掌握 往这一替换 好吧 然后再过来刷新 没报红 哎呀没报红 来 看 皮卡丘网站出来没有 是吧 还有很多的网站也没有做 这就是 皮卡丘网站的一个漏洞 这叫漏洞 啊 这叫什么漏洞 XFS漏洞 来 来 他那个漏洞 他那个漏洞呢 Cross Frame Script 框架 i-frame 注入 这个 有 感觉有危险 无纸风险 无纸风险 进去看一看 就这个东西 看到 Xframe Option 这个东西是用来防范的 这个防范是怎么防范的 是这样的 现在啊 咱们说过 i-frame 如果能把你的网站引入进来 你的网站就存在了一个漏洞 这是个什么漏洞 漏洞 XFS漏洞 解决这个漏洞 怎么来解决 就从一个Xframe Options 来解决 这样一个参数 这参数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 比如这是 你的浏览器 就是这是用户的浏览器 客户端 这是服务端 是吧 这是你的服务端 他在请求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给他回了个页面呢 页面当中 你给他回了个页面当中 有可能是被黑客刮了码的 对不对 i-frame挂码的 i-frame刮码的呢 黑客有一个网站在这呢 这个标签 那个网址 是不是写的这个网址啊 对吧 他会自动请求这个网址 把网址的数据 拿到这来 在这展示 好吧 在这展示 那么 咱们说过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网站 是不是有漏洞的 只要这种自己人出来 这个网站就有漏洞 那挺明显 黑客故意的让自己存在这个漏洞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正常的一个网站 比如这是百度 你就不应该让别人 能够以i-frame报圈的形式挂进来 那百度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在自己的后台代码当中 他请求你 你的后台代码 是不是打开某个文件 给他响应回去啊 响应回去的时候 加上一个响应头 简直对 简直对 这个响应头简直对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 X-frame options 然后等于某个值 只要设置是这样一个响应头简直对 响应过来之后啊 浏览器发现这个响应头简直对 它就不会让这个 F-frame 表现展示这个完整的内容 有没有 好吧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这个漏洞 以及这个漏洞的解决办法 这个呢 就是面试的时候啊 没有奔过 但是呢 工作当中呢 你们在进行 比如说漏洞 扫描器 扫描面试网站 做渗透措施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这个漏洞 这叫不叫漏洞 叫 是高位漏洞吗 我是 低位漏洞 但是也是漏洞 写报告的时候 该给人写上 也给人写上 行 这个所以说这个呢 你现在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即可 好吧 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你看 有很多网站存在这样的漏洞 你可以去找一找 随便比如找一个 PAP的网站 有很多网站 有这种网站 PAP中网 看有没有 把它拿回来 R-C 测试这个网站 你们这个网站 有没有这个漏洞 怎么来测 就自己写个F-RIM标签 把这个网站 往这一替换 保存一下 然后过来再来刷新 只要能看到这个页面 在这加载出来了 它就有这个漏洞 行吗 出来没有 有吧 因为它有这个漏洞 但是不要拿 不要用真实的网站 这么玩了 这个不合法的 其实转上来 行 这是它 然后 F-RIM标签 知道什么意思了 知道挂码什么意思了吗 也听说你这个码挂的 太难看了 你看 非常明显的 就是看到了一个 窗口 是不是有边框 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边框 这是因为你们 这个前段代码 还没有学到位 前段代码学到位了 就这些边框 全部给它修饰没有了 修饰没有了 就跟网页上 就跟网页上的东西一门一样 就看不出来这个 你看 非法接入 正在挑转 看了吗 它就也做了安全提示 看见没 一直告诉你 非法接入 然后不接入了关了 还有什么 这就是FREM标签挂吗 行咱们挂上去一个 挂咱们的皮卡丘上去 行吧 刚才是咱们自己写的 HTML标签 HTML页面板的 给它挂到皮卡丘上去 怎么来挂 就就就就跟刚才是 的这个写法似的 比如说就挂刚才那个网站 把它拿过来 他不会他不会到时候找我吧 那应该没这么强大 我还是换个皮卡丘吧 是吧 咱们安全一点啊 省得到时候找麻烦 把这个白签拿过来啊 找到皮卡丘的网站 比如说皮卡丘网站被人黑了 他修改了一下你的手印 怎么改的就这么改 来找一下啊 皮卡丘 3W 皮卡丘 下面有个index 加皮卡丘 这是他的手印对不对 嗯 打开一下 然后随便挂到一位这边 放到最后吧 放这了啊 哎呀没过来 再靠一下啊 Ctrl C Ctrl V 回来了吧 保存一下 保存 哎 然后过来我们再来看啊 走 哎 出来没有人看 出来了吧 这就网站被人挂码 行 我删了他了啊 下来你自己可以玩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网站挂码 网站挂码呀 其实它有很多种方式啊 框架挂码是其中之一 Froom标签 咱们称之为叫框架标签 所以说它叫框架挂码 用它来挂码就是框架挂码 还有GS本件挂码 GS本件挂码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咱们知道啊 在 HMO 页面 HMO 页面当中啊 我们在这可以写个 Secret 标签 Secret 标签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SRC等于某个GS GS本件路径可以引入一些GS本件过来 是不是啊 引入一些GS本件过来啊 GS本件路径 这个路径啊 可以是一个网址路径 是别人网站的某个GS本件 你也可以引入过来 在你这个页面上用 使用 也可以是你自己的 本地的某个GS本件 引入进来使用 好吧 那么 GS这种文件挂码它怎么做呢 它有两种挂码方式 它会采用两种手段来挂 第一种手段是什么 就是把GS文件先上传到 比如说你有文件路上传路径 是吧 它上传到你这个网站 代码通过来 在这比如说 它上传一过GS文件过来 查查点GS 然后这里面啊 打开方式 让鞋子本 鞋子本吧 鞋子本 这里面它写一下 写一堆GS代码 然后它干什么 它在这个文件当中啊 打开 然后紧接着干什么 在这里面 写个secret标签 引入一下这个 GS文件 明白这意思吗 也能说 为什么他 他就不把 他这么 他这么搞不麻烦吗 他为什么不把整个GS代码 全写在这里来啊 是因为这样的 你把整个GS代码 写到这里面来 别人过来 如果一打开这文件 一检查 非常容易发现那一堆代码 你如果写一大堆 人家非常容易发现 是不是 那这样呢 就写一个secret标签 你在哪个位置呢 你在咱们说 整个这个HTML页面当中 你写在什么位置 它都是可以用的 对 就不容易被发现 隐藏自己 好吧 这个意思 行 GS GS文件挂码 还有一种挂码 就比如说你看 这个溯源当中 我在这个溯源 这个里面给你写了 你看 它的挂码怎么挂的 它写了个数字标签 对吧 它在你的页面当中 写了一个数字标签 数字标签里边写了一个网址 写了一个xx.gs文件 是吧 这个GS文件 比如说就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网站 假如我是攻击者 我自己做了一个网站 也比如说网站 就做了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上放着某某GS文件 我自己的网址呢 域名呢 就是3w.com 叫什么 老5.com 然后下边有一个xx.gs文件 这个GS文件 就是那个广告代码文件 就是谈广告的 谈黄读读广告的 那个代码文件 它的网址 整个这个GS的网址 是不是叫http 冒号杠杠 是不是就是 我这个GS文件的网址 是吧 好了 这是 这是客户的乱七 这是 服务器好吧 你自己正常网站的服务器 黑社不是把你的网站服务器黑了吗 黑了它在你的 index.htm文件当中 它是不是加了一个 scrept的网址 src属性 等于是不是这个网址 没错吧 等于这个网址 它加好了 呦 什么运气 rgp 那么别人用户 再通过网址器来访问你的时候 你把这个界面打开 回给它 它是不是在我们响应数据里面了 抓包 GS抓包 那个buff抓包 是不是都能抓得到 对吗 嘉明 你在这乐啥呢 不是嘉明 高匪 你在乐啥呢 是不是看什么黄族动马站 我靠 我说对了 是吧 你这过分了 你后面还有女同学了 你留意了 你看你笑得这么色迷迷的 没干好事 来咱来看 你看这个过程 咱先来看这个过程 你看buff抓包 抓到了响应数据包里面 有这个 有这个数据 是吧 还访问了某个GS文件 打开这GS文件 你看 发现GS文件里边有一些 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 高匪看的那些网站的 这个 广告 然后大家来看 这是 它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数据 我整个这个页面数据 不是交给你浏览器了吗 浏览器自上而下 加载的时候 加载到这个SRC属性的时候 这个SRC属性 它会自动干什么事情 它是不是自动请求 它会自动请求这个网站 把这个GS文件就请求下来了 你像这种精彩文件 谁请求 一般都会直接就给了 不会做限制 好吧 它就直接给你了 你的浏览器上加载到这个GS文件 这个GS文件在你浏览器上就会执行 一执行 就弹出那些广告的那些效果 明白了吗 这是它的挂码 下来是其他东西再看一看 其他东西再看一看 你可以作为你自己的将来去 跟别人去 就是表达的时候 说的一种应急事件 就可以让你说 别人问你应急事件 你就可以说这个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广告网站我都进去看了 我检查了一下 你看郭菲一直在检查 好 咱们来看 这是GS文件挂码 懂了吗 然后他挂码的时候 他可能做一些GS变形加密 让你不那么清晰的看得出来 GS变形加密 还有什么 我看什么可提的 这刮码太多了 没必要都记 好吧 知道一下刮码是怎么回事即可 行 我看这里面有啥题的 没啥可提的了 没啥可提的了 了解刮码即可 剩下你看有十几种的 不用看 了解两种 行 这是刮码 我要停下视频